记者叶永迁东港报道,洛海失踪八年的女学生林淑萍被发现有就一记录,行踪成迷,屏东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发现,竟是邻女的妹妹因为找不到自己健保卡,就依而拿了姐姐的正线看诊,争起事件水落石出。 在宜兰南方奥洛海失踪八年的林淑萍因为四年前有使用健保卡,在东港一家眼科就诊留下记录,使得林淑萍是否还在人世间引发争议。 警政署下令屏东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调查,经过警方全面清查后发现,虽然无法调阅出就诊时的监视影像,但是查出林淑萍的高妹曾有使用林淑萍身份的情形, 使警方怀疑锁定使用林淑萍健保卡的事情都妹,为了查明是否还有林淑萍的各项金融医疗记录,警方也对相关诊所金融单位进行查询,了解各项记录。 今天中午林女包妹在家属的陪同下,向东港警分局主动说明坦诚因为演及时找不到自己健保卡, 于是就拿了姐姐的健保卡就依让整个案情水落实出,全案警方仍一味造文书最咸寒送着办。